为了解决地球能源危机 公元2110年1月1日 人类制造了塞尔机器人 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塞尔号 前往宇宙中寻找一个叫做宇宙之人的神秘领域 传说那里有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 时光带我回到沉默的过去 让我再次看到伙伴的笑容 可爱的塞小戏 爱心的卡鲁鲁 勇敢的阿铁塔 神奇的精灵 时光也许改变我们的模样 心中那个梦想还在那个地方 未来给我一双飞翔的翅膀 飞过所有的过往 我一路经过的地方 没有让我失去方向 借过在手中的信仰 让它照亮了前方 神秘探浅的过程 总是这无限神奇的力量 大而好的路途 伴着我们成长的目光 不管时间变换 未来的终点 都会有似过云散的那术光 为了争夺矿石坑的归属权 赛小西小队与小克小队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精灵对战 最终小克小队 以两胜一负的战绩取得了胜利 不过当赛小西三人准备离开时 小克却为赛小西提供了一处 可能存在矿石的新地址 第三集 采集矿石 实在走不动了 太热了 怎么还没到 根据小克提供的位置 矿石区应该就在这儿了 这里都是荒地 哪会有矿石 小克肯定在骗我们 完了 已经有萨尔小队完成任务返回了 我们连一颗矿石都没踩到 你看 你们快看那边 是我的错觉吗 不是 走 我去看看 好大的裂骨 在那儿 那是什么 矿石吗 不知道 我要下去确认一下 等等 你们看下面岩壁上的植被 裂骨中的风肯定不小 这样飞下去太危险了 既然这样 就让我的草系精灵来帮忙吧 必杀步步 出来吧 莉莉莎步步 我们需要你的藤腕来攀岩 干得漂亮 很牢固 很牢固 那我们下去吧 小米 你和丽莎步步在上面等我们 步步 大家抓换了 风太大了 我快抓不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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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小溪 嘿嘿 总算抓路了 哦 哦 看来绿光就是他把出的 哇 这到底是什么 我来用诺诺检测一下 一种发光型植物 信息不详 什么 我们费了这么大劲 就找到棵植物 哎 矿石又泡汤了 别急 我们看 发现能量矿石 种类未知 这哪里是矿石 分明就是几块破石头嘛 可它们确实含有能量 就算有能量 也是含量极低的矿石 跟块破石头没什么区别 再去别处找找吧 那只有多采集一点了 再说现在也没有时间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 好吧 也只能采集它们了 嗯 说干就干 我来把这碍事的植物 先清理掉 哦 这么硬 啊 啊 有电 不把这种植物去掉 我们连这种矿石都采不到 既然是带电的植物 那就让萌塔来试一下吧 哦 萌塔 你打算用萌塔的圣灵系技能来克制电能 没错 萌塔 用幻之圣印把它瓦解掉 萌塔 好样的蒌塔 好样的蒌塔 可以开采了 我们可要抓紧了 我们可要抓紧了 哈哈 一瓶搞定 好 我们继续加油 我们继续加油 哎呀 终于玩了 风越来越大了 我们赶紧上去吧 不好 危险 鲸鲸鱿鱼 鲸鱼 我来救你们 打鲸鱼 非常兴 把手给我 快小心 你不要命啦 这些矿石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啦 卡鲁鲁 保护好矿石瓶 我带你们上去 卡鲁鲁 你没事吧 尼莎姑姑 灵萨 敏克 敏克 快 得救了 谢谢你 灵莎姆姆 这点矿石怎么交差啊 我们这次输定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总比没有墙吧 敏克 我们看一下小克采集的子炉矿石有多少能量 我采集的可都是最上乘的矿石 还有没有没检测的小队 焦博士 等等 终于赶上了 三小夕 花了这么长时间 肯定采了不少矿石吧 这是什么 抱歉 晓恩博士 我们只采集到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矿石 竟然采了一根石头回来 我们检测过这块石头 是含有能量的 是吗 那我还是来测一下吧 拿块破石头烂一成树 三小夕很遗憾 你们今后可能无法再执行任务了 这石头你们留着吧 我就知道 这种石头根本不是矿石 是 那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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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哇 这就是传说中极为珍贵的绿西欧矿石 绿西欧矿石 没错 由于外层的岩石遮住了它的能量释放 才让这种矿石难以被探测 其实它所含的能量要比子龙矿石高好几十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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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小心 恭喜你们 没有你们的指点 我们也不会成功 谢谢了 我只是不愿意拾取一个像样的盾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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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嘎 唱歌手 唱歌手 ająningar 诶 唱歌手 唱歌 喜欢的歌手 唱歌手 我们在宇宙中旅行 拥有最不低的精灵 几些都是最高水平 就等待是双战也获死定 我们在飞船上穿行 拥有最强大的实力 我们是银河的英明 我们寻找新的精灵 据说这样就能出名 我们创造新的传奇